欢迎来到陪你一起长大变老的单元 那这个单元呢是搭配我的新书 变老不可怕只要你做好准备而诞生的 那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会邀请很多在这个老人相关领域的专家 来跟我一起对谈 那么今天呢要跟我们对谈的是 彭大伟李医师 那我让这个大伟师先跟我们 大家打个招呼 是老师好 或者我应该说是副院长好 然后当然最前面一开始 应该是跟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说大家好 我是彭大伟彭大伟师 我跟这个大伟师是联友 可能是在某 我忘记在确切是哪一个 就是老人相关的活动 老师比较有名 所以是我们认识老师 别这样说 那我好奇啊 就是呃大伟师 你本身是一位礼仪师嘛 对 那你自己怎么样观察 就是说这些年来 人们对于这个面对死亡的态度 有怎么样的转变吗 好 呃 呃确实是在过去的这这二十年来 确实是有一些转变 呃刚刚我到来录音的时候 我其实我中间呢 为了我做礼仪人员 大概将近二十多年 那二十年左右 那身为礼仪师的话 也将近十年了 那观察了一些状况 那之前我来这边 甚至还在福大这边也念书 念宗教所 呃我想应该是从这几个方向来讲 人们对于这个死亡的态度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呢 这个部分我可能会讲的比较细一点 它分从几个面向来说 因为人是受到个人思考 还有就是他世代 他可能那个世代 有他不同的思考方向 以及家庭还有社会 这样的会影响他们对于这个死亡 或者是对于这个呃 善事终点的这件事情 的处理态度 那那仔细一点来讲的话 例如说 想社会好了 我平常都会讲是要从 所谓的 例如说法令或者是礼俗 呃 还有这个说宗教来说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讲是 2002年开始 那台湾这边开始有所谓的 殡葬管理条例 嗯 那当然里面其中也有讲到说 哎 李医师的设置管理办法 所以我们比较有规范的 这个有关于终点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2002年 20多年前的时候 开始有了这样法令 那政府呢 在很多的政策上面呢 事实上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终点这件事情 还有这个所谓死亡这件事情的想法 尤其是过去在这几年政府提倡 或者是变相的在鼓励 鼓励这个减账 结账等等的 好 例如说他告诉你说他可能有很简单的仪式 大家来简单做个宫殿 那或者是告诉你说我们可以这个不要 一定要留什么一个遗体或者是骨灰等等的 所以政府是因为他面对到的是一个台湾现在整个的一个人口结构 以及越来越多人会离开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很用了很多比较速简的方式 可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这也影响了现代人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处理 或者是他本或者是每个人对于这个死亡这件事情的态度 那可能越来越简化 那还有例如说这个像宗教的部分 以前的人可能想说人一走的时候 可能会想说我希望要有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宗教仪式 可是我发现确实在现在越来越简化 那大家对于宗教的这个信仰的部分来讲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强调 甚至觉得我就把这个这件事情 我把这个遗体处理完就算了 就好了 这样子那所以说有相较有简化情况 那另外还有就是理俗的部分 俗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通常来讲 大家可能会去追着 会去想像我以前20年前左右 大家通常都会怎么想 就讲他们我们在做所谓的智商协调的时候 发现他们可能会讲说 我爸爸那时候怎么做 我妈妈那时候怎么做 所以现在我们遇到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可是到后来这个20年转变非常大 大家可能就不是用这样的思考方式 而是讲说你们这个套装里面有什么 我们家很简单 我们不要这样做等等的 所以也就是有点比较简化 所以说在整个的不管是社会的 不管是法令或者是环境 氛围 还有再加上就是所谓 例如说这个家庭简单化 整个以前可能是讲三代通堂 现在可能也许两代通堂 社会个人讲个人化 还有就是世代之间的观念也有不一样 例如说像现在我50多岁 我的父母其实80几岁 那我们这个同时 我们之间的观念会互相影响 那再来就是个人 现在大家都是有自媒体啊 或者是自己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很多的想法 你不能说他天马行空 但是是完全可以自由发挥 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下来 我就是还是呼应我一开始所说的 确实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对于态度来讲的话 呃变得越来越五花八门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反而对待死亡的态度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恐惧 那么的负面 呃我想这样子说 就是说在对于死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呃 这个死亡的这个态度 很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没有去想他 嗯 不敢想 对 或者觉得很复杂 或者觉得很远 绝大部分人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现在确实有一个有一股新的 比较比较新一点的风潮 主要是在五十家的这个年代的人 嗯 那因为像我自己就是这个五十家 我说五十五十世代的 好 那我的父母亲是八十几岁 我的儿女可能是二十几岁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看着我的父母亲 我可能会用他们的方式 来出来协助他们面对死亡 可是同时我会省私我自己的状况 嗯 例如说 哎 我他们这样 那我将来是不是也要这样 或者是考虑到说 哎 我的孩子 他们是不是要这样来为我做些什么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我觉得五十家的人会比较 呃想比较多 比较多 多一点为人思考这个事情 这样子 那呃 我觉得有关于这个对于不怕死亡 这个是 就就是说 我觉得呃 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去想他 嗯 或者是不晓得怎么去想 哦 其实只要开始想就是一个开始 哦 那然后呢 但是呢 呃 对于这个呃 我曾经梦碰过 就是还是有人对于死亡是很惧怕的 嗯 哦 呃 举个例子像我自己的老爷爷 就是我太太的爷爷 他九十多岁高临 然后呢 他是基督宗教的 嗯 那他在走的那个时候 他自己 他九十六岁咯 那他那时候要走的时候 我的岳父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个牧师 嗯 他说我不要 他说你帮我找医师 所以你看看他九十六岁 他仍然对于这个部分 他会有他的求生亡 嗯 这样子 那有些人可能他的求生意念 可能是比较强的 这样的 但是我有碰过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说 他可能是久病产生的 嗯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能够走是一种解脱 嗯 所以 所以 这种状况 各种状况都有 我觉得 呃 有关于这个 对于死亡这个部分来讲 是一个 特别是善终 他是可以 必须要先做准备的 对 那现在 任何时候开始想 或是跟你的旁边的人 做个交代 这是我一直鼓励 在做的 嘿 那不一定要一口气 想到都很完整 或怎么样 但是你有去想过 你就比较不会去怕 嗯 那也比较容易 在最后 万一那个ending来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少些遗憾 那不知道 呃 就是大卫是有办 帮人家办过生前的告别式吗 办过生前告别式 呃 有 曾经有 呃 我觉得那个生前告别式 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嗯 呃 其实他是 您刚老师讲到这个 也确实是现在 逐渐有点起来的一个风筝 嗯 那其实说在 他就是想 他主要是说 连他有他的 已经重病产生了 嗯 他也知道说 其实他随时都会 终点来你 嗯 但是呢 他觉得与其让别人 哦 来 在他走了以后 他不晓得能不能听到 这些人对他讲的话 他不如干脆现在先听到 嗯 所以他就有点 像办一个毕业典礼一样 叫朋友来 那 地点也就不一定要在殡仪馆 对 对对 哦 因为殡仪馆事实上 你就病区一定是要有伤事发生 有人走了 那个时候才能定 那就是他那时候 就是选在咖啡厅 嗯 哦 那大家就坐下来聊 聊天然地别 聊得非常高兴这样子 那 呃 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哎 所以在这样子的 应该还没有到太普及吗 就是 是偶一为之 会碰到这样的 生前告别式的状况吗 呃 对 现在还不是那么的普及 嗯 是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活动越来越倡导 就是说大家可以开始来畅谈 嗯 哦 去向往哦 一个善终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政府的相关法令 例如说善终三法 哦 或者是说有一些 像这个呃 咖啡厅或者是某一些呃可能相关的业者 他们就鼓励那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那那有了突然想到就是说因为呃这几年陆续有人在谈安乐死嘛 不过台湾安乐死还不是合法的 是 那我不知道您会怎么样看待安乐死这件事情 好 老师问的问题非常的道道点哈 台湾确实是呃目前还没有让安乐死合法哈 嗯 但是台湾现在在善终的部分的话有三个法令 哦 第一个是在几十年前就有的所谓器官绝症条例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推了很久 哦 那也也逐渐有越来越多人接受 哦 愿意想说身上不能用的parts零件在不用的时候拿出来 就是到后来让别人 嗯 那另外一个法令呢 其实就是在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哦 安宁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安宁安宁就是会讲到 等于是人的善终的最后一段 嗯 末期的时候 那有这个法令 等于是说一让医院让医疗的部分来讲话 能够就是不是只是着重在于把病给治好 特别是针对病还没治好的 没办法治好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等于说提供更多的全方位的更全面的一个 等于是医疗的相关的资源 来让你可能顾及到你也许身心灵方面的个人 这部分哦 同时来在这个末期的时候给予 那然后再来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在五六五年周前 2019年的样子 对2019 2019年的时候的病人自主权利法 嗯 那老师刚刚讲到的 我就特别要把病人自主权利法跟安乐斯来讲 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意思就是说 把安宁的扩大 也就是说他放他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这个可能这一种就是最后一个不舒服的痛苦的这个状况之下 然后呢可能说提供一个像安宁的这个可以提供像安宁更多这样的服务的一个法源 嗯 这样好 那呃我们可以去签署所谓玉利医疗决定 好 然后把交代好 那然后呢这个呢 呃大家会觉得安乐死 安乐死是什么呢 我用一句话简单来说 安乐死是别人专医疗专业利用专业方式让你走 嗯 ok 他下手 那另外还有一个中间的还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叫做协助自杀 嗯 不叫做就是对应该协助就自己哦 来做来做所谓的协助呃别人来协助你 然后他协助自杀你自己去按 瑞士瑞士就是走协助自杀 嗯 也就是说他医疗的单位哦 对就是医师医护他们提供了药给你 可是呢他们不帮你按那个开关 是你自己要自己去按 那所以说我讲的病人自主权利法 他现在台湾的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 都不是刚刚讲的这两个 嗯 不是像呃和比如他们的所谓安乐死 或者是瑞士的协助自杀都不是 哦 那呃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现在有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 那完整一点来讲有善终三法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做善终的时候 来可以用的相关的文件 还有一些相关的办法 对因为呃我之前有看一部电影 这是在这是一个虚幻的故事啊 他是在讲呃这是一个日本电影 然后他叫七五计划 那就是说呃如果你到了75岁 你可以跟政府登记 就是说他会呃给你一笔钱 你可以花一花 是然后时间到了你就去他就帮你看起来是类似安乐死 这样是你就结束生命了但是你在结束生命之前你可以有一些告别有一些呃享受之类的 啊那你觉得这样子这个执行起来你你会有兴趣吗 哦我觉得其实呃应该这么说吧 如果是要让政府来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中间会有很多的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反对或者是什么的意见 这肯定呃我觉得这个政府来出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做就我觉得您讲的这个好像以前我有一部片叫什么游山解考啊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老人家老了就把他送去一个对对对对对好这样子那呃呃如果要政府来做这个我觉得目前我短期之内我是想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做自主安排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这个把我们只要做好我们最为了我们想要善终善终其实更讲的是好好活当下哦我可以规划我自己的未来然后呢想好我有算一算我的钱够用哦那我想要做些什么事情等等的我就来做当然我不是鼓励说到了时间就自己就例如说用什么样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是随时会终点是随时会 随时随时会到零的嗯而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花更多时间去把我们现在生活过好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做的嗯而且是我自己也想做的是那呃呃因为有看到这个大卫是有时候需要陪家人去看病然后感觉也经历了很多的折磨 因为现在整个医疗资源真的是紧绷的是那这些会影响到你怎么样看待自己以及你自己的健康吗或者是生命的观点啊等等的嗯是呃我自己就是我刚刚讲是一个258家庭的一个情况嗯50多岁 我的父亲父母亲80几岁呃呃我的女儿20多岁那我的父亲在去年呃我父亲他是巴金生死症嗯所以他在他是公公公公教人员然后后来呢他退休没多久以后呢就发现了有这个巴金生死症 所以事实上他在后来的十年左右吧那后来卧床甚至高达五六年嗯六七年这样子呃他是就是说他是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嗯我我也陪着他走过这一段时间哦在过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是总共进出医院大的哦大的就是进出医院呃每次一进去可能就是一个月 哇这样子都是肺炎嗯都是肺炎那最后他在家里面走我母亲在现在也80岁了然后呢他也他也就不好意思他也现在开始就觉得心脏不舒服什么的这样子那其实我所以我其实在过去这几年我会在台湾这边我也必须要兼顾家里面的情况就是因为我父母亲嗯这样其实到后来我们自己也是啊嗯我就我实际上有感慨就是我们呃呃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健康可是我现在其实也是有拿长期处方签嗯嗯那长期处方签主要是因为我我的状况在这个部分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的胆固醇那这个部分不是我的我其实我是有运动有什么但是这个胆固醇是体质的问题嗯所以必须要靠一个药来把它给控制下来好那现在一切素质什么都漂亮这样子那我自己就觉得我们的人生到后面哦其实你跑不掉就是一定会有 我处方签甚至长期处方签我就是我的时间可能就在三个月一次的的回诊或者是每个月一次的回诊然后就在这样的的的的在过去我必须讲一件事情我越来越体会到呃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台湾的医疗环境真的很好嗯哦真的很棒那呃我们台湾医护的教育啊哦那给予的都是把就是会他会想办法把所有的资源把所有可能的方式 都给你用延长你的生命可是另外一个想法等到我父亲我父亲的是他可能他因为他没交代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他希望继续下去嗯嗯可是我母亲的时候呢他已经有点透露的就是说他觉得如果真的很苦的话也不要太勉强嗯那我自己陪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说哎我自己就会我自己的想法好像我现在就想我把自己好好活好嗯我要好好的来送我母亲终老然后呢 我希望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我的孩子成为我孩子的负担嗯哦因为将来他们我们现在以前是人口金字塔是可能是上面少然后下面多现在刚好到过来嗯对那我觉得如果把我就我跟我太太这样的将来假设又是病哦然后就成为我的孩子可能就是两个他们要面对我们两个这样的负担我觉得哦我觉得我觉得我也不希望他们这样嗯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嗯 嗯台湾的医疗环境是好的台湾的医疗资源呢会越来越因为有越多的人用对所以他会变得比较吃紧嗯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呃刚好在这个时候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观念照顾好自己还有去思考一下到底是要活好还是要活久嗯哦你是希望长命百岁而百病残生呢还是哎想说就是 好好的在我觉得可以的时间之内好好把自己照顾好活好然后真的面对到的时候我就不要台语叫叫拍戏拖杯对对对这样子好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是慢慢去思考或者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情况以及自己有看到家人的情况以及自己有去思考然后呢要有心理准备嗯好刚刚都有点沉重我们现在来聊一点轻松的就是因为大卫师除了是李医师之外 还有一个身份是那个第一层的首领网红哦老师还记得首领网红啊太棒了对啊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接触到还是是人家找到你然后就去试了这件事情好呃其实我觉得我我在五十多岁开始就我自己的人生的冒险嗯哦呃我是五十岁的时候那一年我在我在我那时候陪我的女儿他们去东京嗯 就在这个时候八月多的时候嗯嗯那八月多的时候呃我那时候就是我在东京我很喜欢看我很喜欢看书啦我每个到一个地方都会找书店去看看他们有一些文化一些印刷品是什么样结果后来我那时候到东京我看到了一个东西那个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他们在八月多的时候在卖那个呃手册嗯年曆等等的你会想说奇怪都已经到八月了怎么会还会卖手册这个东西嗯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翻了一下 日本人他们这方面真的是了不起他们在那个他那个手册不是给你当一年一年计划用的他里面还负着五十年年曆嗯或是一百年年曆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拿到一个是一张很大张的一张海报其中是他从2015年一直到2064年他把这五十年全部列在一张纸上一张海报上面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震撼到你会发现哇我我我 我的未来就在上面哈哈然后会在哪里ending嗯有可我我觉得我到2064年的几率好像还蛮小的嗯那时候我我我快一百岁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就在想说哇那这个就我就常在跟人家讲说我被雷打到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回来我就开始思考了其实我是有一些我我是有准备的嗯我对于我自己的善终因为我看了太多人的终点所以我自己有些想法嗯所以我抓了几个重点那我自己也想说其实善终 我不是讲到一个就是不晓得时间点的那个终点的那个我只在乎那个不是我更在意的是活好当下嗯嗯嗯嗯当下我要好好活所以我那时候在心里想我当下我在想说我要怎么从现在开始怎么样来过我的生活所以我事实上我的一直是这样主张就是生命要自主然后呢每年呢我都会有我自己的计划嗯然后呢这个呃每天我都会希望要有一些新的尝试 那我觉得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那有时候机缘会自己来找你嗯我从2015年那个被被我那个50年年力被刺激到以后我在2017年我离开了我的工作嗯我之前的工作我是李医师嘛我是某呃某大公司的等等就是现在上市上柜的这个呃公司他们的李医师呃那个时候我就衡量了一下我就说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的钱够不够用 嗯哦钱这个特别是男人同时有同时还照顾到家里的这个部分我家人不反对我算一算钱是赚不完的那但是呢我现在那时候整个财务状况大概够用那我就也就这样就好了我也没办法成为台湾首富那我想要够用就好那然后再来又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那时候我就考虑到就是哎我继续的来做我现在工作我可能五年吧再让我多一千万 可是问题是我的这个呃我如果拿这个五年我来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情会是怎么样嗯我后来选择后面这条路所以我每年我的目标例如说我就是会想哎今年我想要做些什么事情陆陆续续也刚好都有一些机缘这机缘就会来哦那你如果你把你开始把你的雷达开启了以后那些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相关的机缘嗯出现像我很巧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一开始我2017年 就写写写书法然后我那时候一直想吹萨克斯风哎谁知道我的家属就告诉我说我就在你家附近我就有在学萨克斯风嗯所以我就开始又玩了一年的萨克斯开始玩萨克斯风那然后开始呃想唱歌哎就后来就刚好有人跟你讲说哎我们要唱国家音乐厅要不要一起来就我就在2018年开始两年之内我唱了三次国家音乐厅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刚好就有一个这个机缘说我们有这个合唱团我们有一个乐团要有主唱嗯 所以我就在2020年我就是全国巡回主唱这样子都是机缘那2021年那时候呢我其实最主要是开始在健身嗯我就骑脚啊骑自行车啊等等的就刚好就有这个活动好首领网红那基本上他们这个是年轻人呃一个年一个年轻人的这个公司他们想说提供一个一个一个对于我们50家以上55岁以上的人吼那那提供一个等于是说他们觉得现在的 自媒体哦可能对我们会带来一些刺激或什么那就后来我就刚好这时候也就真的真的刚好就有这个机会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去想呃我觉得自己可以有些计划然后呢你会发现机会越来越多哦那把握每一次机会当下好好活那就会有你会发现人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嗯嗯所以他们培训你们是要变网红还是变成怎么讲因为看起来你们也会去拍一些平面啊 跟立体的这种广告吗是所以他们比较像是经纪公司你们是他们的艺人是的老师讲的对了呃他们其实一开始首先第一件事情他们的呃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善用这些自媒体嗯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就是我的脸书哦然后他们甚至鼓励我们要粉专哦嗯然后他们就是建议我们要有IG哦然后另外再来的话呢这个呃 在最近这一两年他们更鼓励就是拍短影音哦这样那我个人当然当然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那还有一个部分的话他们就扮演一个就是这个经纪公司所以我是有经纪公司的嗯那他们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50家以上的这个大市场就是战后婴儿潮跟X世代的刚好来到了消费力最强的时候对嘿那然后他们觉得哎透过自媒体的方式哦然后来 还有像我们像我体会到就是说像我呃会多用脸书我用IG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会帮他两个相互串联哦那然后我的受众绝大部分都是在FB上面的嗯绝大部分都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这样子嘿所以我觉得呃也蛮好玩的嗯嗯把握每一次机会你总会有一些吃到不就像一盒巧克力会吃到不同的口味那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嘛他们陆续还有招募啊对那你们这些 前浪会不会就被晾在那里了我们前浪死在沙滩上哈哈哈哈哈OK呃我觉得确实是你必须要讲就是你会觉得哇哦真的大家都在进步哦嗯一代一代比一代越来越多越来越那个哈呃不过我觉得最主要是我自己的生活态度对我来说我有我也没有靠这个所谓的嗯呃首领网红在想要赚大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只是多一些刺激哎有机会可以可以去尝试 不同的拍不同的影片可以可能穿不同的服饰做不同的代言什么的我觉得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呃得知我命失之得知我信失之我命啊我是抱着这样的态度那呃我也必须讲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是真的说要做所谓的经营自媒体啊嗯我觉得压力还真的还蛮大的嗯我去尤其是我现在其实我很敬佩一些年轻人啊他们会去哇经营媒体然后比如说菜啊嘎或什么这些 哈哈哈讲句实话我觉得是真的是那个真的是要用用生命去做这些其实我很敬佩老师您啊您也是经营自媒体而且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多元化而且是我觉得非常用心而且成功的嗯不敢这样说但有有努力用心那那我好奇就是在这个首领网红的部分啊男女比例会比较均衡吗因为因为我的前提是就是你你放眼所有 不一定是老人相关的活动就是所有呃出了大学之后的活动是大概都是女性为主的市场真的那男性跑哪去啊对啊那首领网红呢男生有比例上有多一点呃呃呃呃呃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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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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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件事情是比较有压力 什么叫压力呢 就是说因为通常被人家以为说 可能是家里经济支柱的来源 所以那也被迫必须要 必须要真的是 好像很努力的尽量把握每一个工作机会 在职场上 我自己是比较特例的 因为我自己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有国家证书的理事 所以我是比较走专业的 然后等于是自由业这样子 然后我的经济状况财务状况 之前也有一些不错的经营 所以当然不是有钱 非常有钱 但是够用 所以虽然我自己想走我自己的路 我还是要问一下我家人 我家人其实对我是非常的支持 因为他们就讲说 反正他们只要有钱用就好 然后后来我就讲说 我算一算应该可以了 然后他们就也不讲话 因为他们也不能讲说不行啊 你还要继续赚钱 没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男生有一点 可能既有的社会定位 再来一件事情就是 男生的职场可能就是他的战场 然后后来呢 一旦离开职场以后 他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对啊 真的我觉得你离开了原本的工作 因为以前的关系很多 如果是在职场上的关系 是因为工作而产生的 可是你一旦离开职场的时候 除非你跟人家本来就有私交 不然的话绝大部分来讲 可能这个关系就没有 就断掉了 那所以说 男生可能在这个方面也有一点 就是他像我父亲 他离开了原本的军公教的位置 真的后来也真的没有什么 跟以前老通事联络 所以我就看到 其实我父亲我永远记得 那时候看他的时候 他是晚上 我母亲跟我说 我觉得你父亲不太对劲 然后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他眼睛就看了那个电视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在看 他没有看进去 就这样让他过去 我父亲那时候 也才刚退休几年而已 然后他是一个比较 他是一个主管级的 然后后来没有公文 可以批没有什么以后 然后后来在家里面 开始还有一些运动还什么 可是后来真的就是看电视 就是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活动 所以没有事先好好去经营 你自己去想 你将来这个万一离开 职场后的生活的时候 中间一定会有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对 然后如果你就这样 一直陷于这个状况的话 就就很糟糕 嗯 那可能就这样一直下去啊 因为体力是只会 往往是越来越差 除非你刻意锻炼他 对 那还有一个 我想最后还有讲的一件事 男生可能有一时候 有也许他架子放不下来 或者是比较没有 没有习惯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在 我现在出来其实还蛮孤单的 嗯 我发现我同辈的 现在跟我们 包括比如说首领网红 包括我现在在参加活动 做志工等等的 都是女大于男 这肯定啊 对啊 全部啊 对 我可以跟你讲 真的 我可以跟您报告 真的是全部女大于男 然后呃 女孩子呢 她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嗯 活泼 或者是敢 敢那个 但我不是每一个都是说说 一定是什么 例如说很 outstanding 就是很杰出 没有 但是他们就是敢 他们就是出来 跟人家有交 有有互动 嗯 然后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做自己 这样就很好 可是男生都不见了 嗯 这个您这个老师 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已经被问了好几次 所以你们男生跑哪儿去了 所以我再次又呼吁 男生 好不好 男儿当自强 哦 那这个呃 只要把家里的事情 大概安排好的时候 别忘了照顾好自己 是 要站出来 要走出来 对 有需要咨询的 那个脸书搜寻彭大为师 他就会给你一些建议 看老师的脸书更好 看老师的粉专 有更多的这个更深层 这个呃 可以给我们的东西 谢谢 因为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需 急需处理的事情 就是男性在中年后 不出门 或者是 没有什么额外的生活 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是 就是到 特别是如果退休的时候 如果你又什么都不做 那你就会是一个问题 甚至有些 呃 有些听过一些故事 就是这个 在家里就还是 他可能退休前是主管 就觉得他回到家 他也是一个主管 就要开始去管家里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对 结果就会 别人就会觉得你很烦 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 那 然后 那你得不到你要的 就会 可能会沮丧 甚至有严重一点 可能会犹豫啊 等等的 是 真的会 呃 尤其是 其实男生真的要 要 呃 照顾好自己 呃 首先第一个男生的平均寿命 比女生 少一些 对不对 然后呢 事实上来讲 我们的所谓不健康余命 到现在统计出来 有将近八年 嗯 所以 其实如果你假设男生 假如不到八十岁 扣掉八年 所以 人生七十才开始吗 如果没有好好经营 人生七十 可开始苦 嗯 嗯 哦 所以 呃 像我的 我有一些朋友 现在跟他讲说 呃 他们 我们都五十多岁 然后就讲到说 呃 将来想做什么 哦 就是 有没有想过未来 想到 他就跟你讲说 我还要六十七年 我觉得 到时候再说吧 哦 不可以到 我觉得真的不可以到时候再说 我自己 我自己是因为以前在2017年 以前是因为工作忙碌到真的没办法做任何经营 嗯 我24小时 on call 365天 所以我真正把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我的公司 那这因为这样我要把时间抓回来 嗯 可是在我有这样一个概念 我那时候其实冒了一个险 就是我知道我知道我能做更多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还没有真的去碰过这个水温 结果后来我2017年呃 那个时候当然我一开始就是先好好休息了一阵子哦 休息了几个月 然后呢 开始呢 哎 就是去 哎呃 例如说我那时候很喜欢看 刚好去读书馆 嗯 看到书画展 看到他们老师 他们刚好有成果展 然后他们说他们老师有在教 哎 我就想开始学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算还好 可是在确实也有一段时间 有中间有个空档 嗯 是我一下子还没找到我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非常鼓励 我上次讲说生命自主 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经营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还有财务上的部分 要有活钱够用 对啊 然后再来第四个 就是可能要有好办 嗯 没有老办就要找好办 哦 保持你的社会关系 那呃 其中有一个小小的诀窍 可以提供给出来 就是呢 我们如果在呃 准备要做所谓的离开职场 退休 哦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的的决定之前 可能有些事情就事先 只要个两三年就开始做些准备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是做职工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时候呢 做职工呢 你去 等于是他可以让你比较 你想做 第一个他可能是你有兴趣的东西 因为没有兴趣的东西 你不会想去做 去接触他嘛 所以他可能是你有兴趣的 然后职工呢 是面对人的 嗯 哦 可能你会有伙伴 或是你面对要更多的人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 透过你觉得 我想做什么样的职工 你可以刚好把这个所谓 做你想做的事情 以及你有兴趣的事情 还有就是人际的部分 可以稍微 事先先 等于是做个测试跟水温 这样的 你可以做好几个职工 你不一定只做一个啊 像我自己是家庭照顾者 关怀总会的职工 我自己也是推广 善中三把的职工 嗯 等等的 哦 那也许有些职工 到后来也许我就 比较没有去或怎么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最后找出来的 可能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嗯嗯嗯嗯 那我不知道 大卫师到现在 对看向未来 是 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好 我每年都会有个目标 今年的目标 呃 我刚刚讲到一半 2020年去做主唱 2021年骑自行车 2022年 我把我自己投到水里去 其实我 我是不会游泳的 嗯 就那 我在刚好在今天 我们录音录音的 这些 我要看到那个 拿到我的救生员 跟急救员的证书 是 的执照 好 红十字会的 那每年都有 都有 我 我总是觉得就是 当然这个 呃 就是一开始有这个想法 到后来就会有 那个机会 就真的会出现 嗯 然后呢 这个出现了以后 你就把它抓住以后呢 哎 你就等于替自己别上了今年的寻章 嗯 然后呢 呃 2024年 我今年是比较 是静态的 嗯 所以我就在书法跟钻科 哦 所以就是等于书印 哦 我这就是呃 书写哦 书法 还有这个就是科印这样子 嗯 呃 每一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是每一年 我都会在想 我想做什么 例如我以前所做的 还是会保持 会会累积 例如说乌克利利啊 萨克斯风什么这些的 那 我总是告诉自己 哦 人生有太多的可能性 那就去尽量去尝试 那想做的事情 我只希望 现在其实我自己思考过 就是 我希望我能够 好好的陪我母亲终老 然后呢 我希望我的女儿们 可以独立 嗯 那我自己呢 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然后呢 不要成为 别人的负担 嗯 这样子 那 每年都去尝试 新的 的事情 是 很期待 我们每年会关注 大卫师到底在干嘛 是 那如果发现 哎 没在做新的事情的时候 就提醒你一下 哎 今年的新愿望呢 怎么没有开始啊 好 对啊 好 那呃 如果你是KKBOX的用户呢 接下来你会听到 这个大卫师要点给你的一首歌 那就请大卫师跟我们说一下 你要点什么歌 然后为什么 好 老师问到我这个问题 让我想到 其实我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 能 我这样讲会不会显老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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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放的歌是这个 呃 张 是那个 呃 我的未来不是梦 嗯 1989年那时候我大学毕业 那一年的六四 我在差不多在在1989年的六四 那时候毕业 嗯 那时候刚好就是有所谓的天安门事件 嗯 那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心里在想 我那我们会不会被抓去那个 我们会不会去上战场 要去面对到我们政局的动荡或什么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是我刚好毕业那一年 那在那个之前 我就刚好有已经在职场上开始有些尝试 那每一次我在南京东路一大早赶去南京东路四三段那边上班的时候 我刚好是从这个台北的南南区往台北的东区这边走的时候我每天都迎着那个朝阳 嗯嗯 然后我每次就唱着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嗯 那到现在我永远忘不了这一个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要告诉自己我的未来不是梦 嗯 我的未来应该是甚至我讲得更精确我的现在不能是梦 嗯 可以有梦 但是要花更多的要真的要花精神去把它实现 当下只有现在 那就把这个现在呢当作唯一 嗯 然后好好把握每一个呃当下 然后未来现在都不会是梦 嗯 好谢谢大卫师 谢谢 呃那如果大家喜欢呃这个单元的内容 那就记得礼拜三的早上这个呃会上架 然后呃就非常谢谢大卫师的今天来跟我们对谈 谢谢 是谢谢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当然我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 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跟你们透过这个空中呃在空中这样子来做这个呃神我呃就是神神交吧 哈哈哈哈 OK呃希望有机会那可以跟你们来做更多的呃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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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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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